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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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來了 每月建議飲酒量太少 趙哥驚訝更少當初期 一天給喝的量 你會這樣試試 我們高粱都吹一瓶的 天氣怎麼會亂 其實我們在臨床 要碰到很多人好了 喝 喝到嗨了 我們今天病人怎麼回事 每天小燈都吹去 對 直接反槍醫生 為什麼人都不冷 怕瓜子太用會塞奶 佳納在聽第二拍 我坐月子的時候 我也是 因為她現在在 哺乳 剛剛這個哺乳起破了之後 妳就 要剩第二個 要剩第二個 為了吃瓜子 今天拍戲拍到臨床四個 哪個男人 你錢夠用就好了 你要是沒有健康 失去的生命 那個錢都給那些男人用了 幹嘛呢 對啊 留一些給我們賺吧 同學來了 對啊 說什麼意思 人都是這樣還是什麼 不是 通常是這樣子 我又沒有養男人 妳都聽錯了 對啊 所以不是妳出人的 什麼 就是兩個人假如出去 妳跟一個男生交往的話 通常妳是不會就是幫他付錢 我長那麼漂亮 我長 啊 越來越誠實了 不是 不是 我不這個意思 用顏值換包包 等一下 趙哥 你是最鼓勵這件事情的人吧 趙哥你上次不是這樣講的吧 對啊 你上次是說你會付錢啊 對啦 是啊 付錢 付錢 不然 我們今天最主要聊的是健康 健康問題 你知道嗎 這個國健署 112年度公布 最新這個癌症的研究結果 是 台灣平均每四分多鐘 就有一人離癌 哇 癌症真的很多 發生比例太高了 然後癌症的這個排名也在洗牌 本來是大腸癌 一直長年都是過於冠軍的位置 接下來這個是 今年度是 哇 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是 空氣吧 空氣啊 空氣啊 還有食安問題啊 食安問題也會嗎 欸 好 還有我們平常的壞習慣 是 有什麼壞習慣 像我就是會 喜歡 但我明知道晚睡對女生不好 可是我就是覺得晚上 安靜的時刻就是屬於我自己的時光 所以會 譬如說我拍戲拍到凌晨 明明就很累了 明明又一早班我就捨不得睡 捨不得睡 因為難得有自己的時間 對 可以跟喜歡的人聊聊天嗎 對啊 怎麼樣 唉唷 怎麼講得好像 是你們兩個人的時間 怎麼了嗎 沒有啦 沒有啦 在意嗎 有問題 當然很在意 他不是在意 不 不是 我是在意 我真的蠻在意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佳娜都結婚生小孩 所以你想跟我結婚生小孩 不是 我是在 當年變愛過 熟悉 你到白了 我們不是在聊見看嗎 我會這樣子 我怎麼想說過個年安心那邊 對啊 而且這好棒 我覺得變積極了 你怎麼開了 可能真正發現自己年紀大了 我們要拉回來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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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翻擺了 等一下 你做算了 你問題也很多 壞習慣 對不對 什麼壞習慣 講 我出道前期 沒有 那不是什麼壞習慣 前期啦 因為那時候我們會一起出外景 外景都很早 那時候早上就很想睡 那時候我們的外景就會有很多前輩 前輩就會請我們喝咖啡 那前輩請了咖啡 一定要喝 他們下午還會再請一次咖啡 再喝 我這樣子大概兩 大概半年 半年之後呢 我就發現有一天我就正常了 晚餐吃完而已 吃一吃我就突然 打了一個嗝 突然發現這邊有熱熱的東西 燒到這裡來 我就想說那不對勁 我瞬間就是 聲音也好像不見了 壓掉了 我就趕快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我喝太多咖啡 真的餵食到膩了 太多了 而且喝咖啡晚上也會不好睡 對 也會不好睡 就是因為不會深睡 後來我就減掉那個量 就比較好一點 對啊 所以今天有好多問題 好 OK 請到了好幾位醫師朋友 三位 來...我們歡迎他們 歡迎三位醫師 張醫師 張醫師以及宋醫師 好 OK 一開始要問問大家 大家覺得現場這幾位 我們現場好像來都是一些重症患者 對啊 可能有一些 就是有問題的人 有一些壞習慣 想要問一下大家 你們覺得彼此之間 誰會先過奈何橋 什麼 你們怎麼會 什麼意思 誰會早走 我們這一集可以用愛的方式 就是像雞腰一樣 我會讓你先走 我會讓你先走 不願意看你受苦 所以留你先走 對啦 對 因為你身體壞習慣 可能怕壞了會有很多病痛 所以都留一例行走 誰先說來 我個人覺得 誰比較容易被擔心的 你現場 就我們現場這幾個 應該是 多立嗎 多立 你不要看他年輕喔 多立你幾歲 我 46 46 看不出來 其實看不出來 你現在說你26我也相信 是喔 你46了 真的嗎 你怎麼都沒有皺紋 謝謝 因為你知道 除了太黑之外 在就是有時候很胖的時候 會把那個皺紋撐開 有沒有 小姐 我在現場 他就是 在我們高中算體重最重的 比較 而且你知道 而且美國人你知道嗎 就是高糖 高熱量 高油 飲食習慣不一樣 對 飲食習慣比較不好 而且肚立就算氣色不好 我們也看不出來 對 來 對 對啊 他從來不會臉色發白 從來不會臉色發白 對 你們的意思就是說 他今天身體狀況不好 旁邊人也沒有辦法告知 對 也不知道 對 好 我好想問一下 我們前面這三位老人 做好理想 古路獸 我們可沒有比你老 也不要老多少 大六年嗎 至少看起來比我老好嗎 謝謝 分證重點是 分證 我覺得我自己 我問你們三位 你們 你怎麼說 我至少我半年一次都要去看醫生 因為台灣的肩膀太好 我就是去做一些身體檢查 我身體是完全沒有問題 你半年做一次健康檢查 對 真的假的 我就是頻率非常高 真的 濫用資源 一年一次 甚至有些三年就好啦 一年一次就好你 你一年一次 但是我一年兩次 因為我覺得我身體健康是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曾經也是有很多 身體一些有問題 但是我現在一定是OK的 完全沒有高血 完全沒有那個高蛋白 那些東西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 都沒有 都是很正常 因為我就是很注意這個東西 我反而覺得那個現場 最危險就是趙哥 他脾氣那麼糟 我那麼容易生氣 我反而覺得 我一天就 砰 然後那個死就突然中風怎麼辦 爆血壓 爆血壓 高到爆 這有可能 對啊 會啊 我們一天到晚講說氣死人了 氣死人了 古代是真的有人就這樣被氣死 就是爆血壓 山國演藝周瑜裡面好像就是氣死了 就是有很多人是 抑鬱 抑鬱而死 悶著 而死 因為你不會悶著 我們是節目效果 所以我是假裝的 我是虛張 聲勢 所以無所謂 你剛剛講這句話都已經有點氣死 虛張 聲勢 還要再換一次性 重複看一次 虛張 聲勢 聲勢 真的有 但是氣有點虛 剛剛氣沒氣好 剛剛被布立這樣講 稍微氣沒氣好 小心喔 小心 沒事 他說他半年檢查一次你身體對不對 不好意思 我三個月就 這是什麼意思 誰幫你檢查 一次都沒好 一次都沒好 等一下 我跟你講 我為什麼三個月去 因為三個月就固定要抽血 幹嘛 抽血檢查 抽血驗什麼 就剛剛他一上講 什麼三高 或者是說那個血液有沒有什麼問題 包括糖尿病 那個尿 那個血糖啊有沒有很高什麼 我驗的都是 你很開心 趙哥 其實大家好像都會覺得妳先走 是嗎 來 皓姐是不是妳這樣覺得 是 我們這幾個人看起來 趙哥的外表看起來 就是肉晃晃的嘛 有沒有 然後水腫水腫的 那一定就會有 代謝可能 大家都知道 趙哥就喜歡小酌兩杯 有小酌的一定對身體不好 我自己也愛喝酒 所以我也知道 你這個就是跟欣雅講的一樣 你明明知道不好 可我就是很想喝 我就是在享受這種感覺 這個都會引起身體上面的狀況 對不對 那想問醫生 像除了吃跟那個 臉肉比較垂之外 他的情緒起伏也會影響心血管嗎 真的 曾經在歐洲有一個對長壽的研究 這個研究很簡單 就是把那長壽人瑞找來之後 做他人格特質的統計 結果發現這些統計的項目裡面 最多的一個特質是什麼 第一個 第二個 就換句話講 的確 當你情緒常在處在這種高低起伏 這種變動很大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壓力荷爾蒙 的確就會上升 壓力荷爾蒙我們都知道 壓力荷爾蒙是一個什麼 生存的本質上必須要的荷爾蒙 我們古時候 這個在狩獵的時候 老虎來了 我要跑 壓力荷爾蒙 我們腎上腺素 最重要的壓力荷爾蒙 上升之後你會跑得快 你的生存的機會會增加 但是我們如果不在那種生命 受威脅的情況下 只是因為一些其他的小事情 動不動就壓力荷爾蒙上升的話 身體就一直在一個 所以其實壓力荷爾蒙上升 當我壓力一來 我也生氣的時候 第一個 腸胃不舒服 胃在翻腳 全身肌肉痠痛 肌肉緊繃不舒服 這個還小事情 你長期這種情況的話 第一個身體進入一個慢性 慢性發炎的變化 這裡面大家最常知道的 腦血管疾病 另外大家可能還不知道 你長期處於壓力狀態下 剛剛一開始我們講癌症對不對 都會增加 都會增加 所以保持開心真的會身體健康 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對啊 趙哥就開心 不要生氣 那你少接通告 不要我們演藝術 我們不要講別的 你就別錢少賺一點 你不要講 賺那麼多錢 你沒有花不到怎麼辦 我們就真的講這個節目就好 這個節目他要求的就是新三色 沒有 主持人講話就是帶刀 帶槍 帶刺 帶劍的 要不然我們去顧TV錄 顧TV大家就很平和的生活 對不對 沒有新三色 你叫我來這裡 我還要賣嗎 我怎麼弄 沒辦法 不然去顧TV 你有本事你去顧TV主持剛剛 顧TV又不要親 他不會請你 他應該沒有找我 因為你是不顧的藝人 沒有 他沒有找我 是錢給太少 我沒去 對啊 所以錢跟命你還是要錢 對啊 那怎麼啦 不要 你剛剛在演了吧 為什麼 你剛剛在演 情緒就這樣子 他就說這樣不太好 他剛聽完醫生講完 一直找人家吵架這樣 對嗎 即使是虛張聲勢 你剛剛那個時間裡面壓力荷爾蒙 就已經上升了 沒有 就這十幾年被他們弄的 我們來看 因為其實從我們這節目上面 短短的時間而已 可是他們日常生活當中 他們到底他們作息是怎麼樣的狀況 有沒有什麼壞習慣 他們要把它記錄下 OK 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甄莉姐的 壞習慣實錄 好 來 你看 這沒辦法 這現代人的通病 一直滑手機 睡不著了 燈這麼亮 燈又亮 又滑 想說我就睡不著了 乾脆再滑 這個大家都一下午了 睡到下午 睡到下午 凌晨3點 3 4點睡 睡到下午 怎麼樣 吃東西 隨便是早餐喔 早餐 對 睡到下午睡 還睡 火龍蕉 這就是妳的日常嗎 沒有 其實我的毛病就是 睡覺都亂睡 如果我沒有事的話 我在家裡是像 而且像那個就是玩完手機 然後就累了就睡 因為都在 我好像都沒有離開那張床 沒有離開那張床你知道嗎 所以我每天那個時間就是 想到就睡 想到就睡 所以 像有時候還有就是 隔天早上我老兒子說 媽咪早上6點半要叫我起床 我怕我起不來 我就乾脆撐到早上6點半 等到叫他起床都弄好 送他去上學我才開始睡 所以整個作息是亂的 而且曾莉姐 影片裡面看起來好像 他沒有真正醒過 也沒有真正睡過 就是一直感覺好像 醒的時候精神也不是很好 但是又睡的時候 感覺又睡不著 對啊 一樣嘛 睡覺的時候開著燈 應該也是睡不太好 睡覺的時候 我一定要開燈 因為我 真的嗎 是真的怕黑 所以 之前出外景的時候一個人 那個所有燈打開我還開電視 所以我晚上根本就睡不好 天啊 所以我在家裡怎樣都要開燈 對 其實的確就是睡眠影響的因素很多 包含妳可能 妳的光線啊 噪音啊 或者是妳的請據等等 其實美國哈佛大學有研究 他發現說如果女性 他其實做了超過10年以上的研究 而且蒐集了超過11萬名的女性 他們研究之後發現說 如果你夜間在睡覺的時候 你的光線 人工的光線 比如說像燈啊 夜燈啊 蠟燭啊等等 是存在的情況下 會跟對照組比較起來 會增加14%乳腺癌的一個發射 可是妳沒有碰到嗎 我睡 雖然我是燈是開的 可是其實我抱的那個枕頭 是蓋住我的眼睛 那這樣呢 但是說實在應該沒有辦法完 就是完整全部都蓋 所以其實像 因為很多人都說 我睡覺的時候眼睛閉起來 但其實我們的眼皮很薄 其實它是可以透過的 所以光線透過去之後 其實會藉由這個光線影響到我們的 除了會影響到睡眠品質之外 其實也會影響到 我們整個內分泌的一個 平衡的一個狀態 所以長時間下來 的確尤其對於女生來講 所以其實相關的研究 在2011年跟2016年 都有類似的結果就是刊登出來 所以其實會希望大家 其實如果睡覺的時候 允許的情況下全案是最好 但如果你真的沒辦法 那就一點點小夜燈你就OK 也OK 自然界的法則就是這樣子 就是黑的時候你就要休息 天亮你就要出來工作 妳一直問代表說 妳晚上睡覺是不是也都開燈 因為我現在是開那個投影機 然後我會放那個 投影機 YouTube的那個 影片 不是影片 就是一個那個 白噪音那種還是 不是...它會講一些 心靈的雞湯那種的 然後它很慢 我就聽它的聲音 可是它就是有燈在上面 其實可以直接用手機就好 YouTube之類 它聽聲音就好 因為我買了那個 投影機 要用 不是 我有做過實驗 睡覺對 因為像我常常帶小孩去歐美 法國什麼這樣玩 坐飛機不是都可能要13 14個小時嗎 我有做過實驗 因為一開始坐飛機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覺得好爽 機長關燈的時候 我們就在追那個電影有沒有 只要這樣子 我到當地法國或美國 我的時差就會非常非常非常嚴重 身體都會發炎 牙痛什麼的 我有一次也做實驗 飛到法國的時候 機長一關燈 我就眼罩一戴起來 我就馬上睡 睡到它開燈我就跟著起來 我那次到當地 而且身體完全 對 我想很多人聽過一個研究 鄉下稻田 如果稻田中間開一個路的話 有路燈 所以在路燈旁邊那個稻子 長得就比較長 被干擾了 對不對 環境被干擾了 所以你看 連稻子都會這樣 何況是人 剛剛你講沒有錯嗎 一定是黑的環境比較好睡 生物本能就是晚上10點到11點 就是你的睡眠開關 要被打開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間如果你上床最好 開始睡覺是最好睡 你的生物的本能需求的時間 就開始打開了 那時間多少 基本上大很多人講說 7到9個小時 是一個比較 最好的一個睡眠長短 但是有人講說我就上夜班 醫護人員上夜班 為什麼輪班的健康的影響那麼大 的確會這樣子 那如果你真的要輪班的話怎麼辦 那你就怎麼樣 盡量減少一直被改變的一個機會 比如說我這個月上夜班 我就這整個月都上夜班 那我只要我上夜班 我的睡眠時鐘 我調整成白天10點到下午5點 那也OK 至少你的規律性是守住的 周期是固定的 對 一般會建議說 大概至少要睡7個小時 因為其實 有一個醫學雜誌研究發現說 黃金睡眠小於7個小時 或超過7個小時以上 其實 每日建議飲酒量太少 找出新的更小當時機 第一種就是像啤酒 一天可以喝的量就是 1萬330些 超過 就叫做 我都意思喔 酒層更高 像剛剛講高粱 那應該40些 我們高粱都推停的 對啊 為什麼什麼會過 民族性 我們大家就是一直講 你不動靠 對啊 你都飄出來見人 看你多了 其實我們在臨床上碰到很多人 你們都不喝吧 喝 喝到嗨了 你不記得要病人怎麼回事 喝到嗨 喝到嗨 他死人更小了 他死人更小了 對啊 時間反向醫師 你怎麼都不喝 有一個醫學雜誌的研究發現說 黃金睡眠小於7個小時 或超過7個小時以上 超過也不行 你睡太短或睡太多 其實對身體都不見得很好 當然我們人有分說 有的人說 我睡4個小時就覺得很充足 有的人說我沒辦法 我一定要睡12個小時很充足 那是有個體的差異 但是說 像這種研究發現 因為它是統整10萬人以上的 整體研究發現 絕大多數的一般民眾來講 你至少睡7個小時 這個存活率是最高的 比較高的 對 是比較高的 因為那個神都在看 你睡太少 你都不想睡對不對 是你睡太久之後 你那麼愛睡是不是 一次睡永遠 你跟永遠睡 是一樣的 通常睡太多的人有一部分是因為 對啊 他要靠這個時間 時間來撐來補 就越睡越累啊 唉呀 這樣不應該啦 要規律啦 對不對 好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這個快要過橋的趙哥 天天喝酒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來看看你們平常的生活做事 來 請看 不是 趙哥 我在之前錄影 拜託在7點 6點來這邊 1大早 不是啦 這剛剛也不想說是誰 經過看到我就給我說這個 孩子還不錯 不是啦 拜託啊 這個是解渴的 要把這張照片拿出來 因為你不是左擁右抱嗎 鍾愛心 對 對 我有兩顆一門死 對 超哥 要錄影了耶 怎樣 怎麼還在喝 沒有啊 攝影棚太冷了啦 喝一點熱熱的 喝一點熱熱的 感覺好像很有道理很不急 而且還說下午6點還早 還早 怎麼會這樣子趙哥 我跟你講 酒這個東西 你如果會好好利用它 它就是個很好的東西 怎麼說 比如說進了攝影棚 冷氣太冷 你喝一點酒 讓你的血循增加的時候 你就不怕冷 暖暖的 對 比如說在無聊的時候 心情郁悶的時候 喝一點酒 促進讓你的新陳代謝 稍微高康一點 人就比較不會情緒沉悶 而且說實在我一天也大概就喝 我就大概這個量而已 是嗎 怎麼可能 300到150 300 300 你最少都300 30CC 我記得差不多 30到50CC 你是不是自己講都覺得很好笑 3500CC吧 不是啦 3500CC 那是酒鬼 30到50CC就促進身體的血液循環 醫生也是這麼建議 有嗎 像他這種態度這樣好嗎 其實大家是都一樣 這種態度 其實趙哥跟我們日常生活中 見到那些 這個有常年喝酒習慣的病人都一樣 每次我們看門診 每次我們看門診 每次我們看門診就說 你有喝酒的習慣嗎 他說我已經很久沒喝了 幾天沒喝 兩天沒喝 他就覺得很久了 對 就覺得很久 所以趙哥就是典型的這種 有喝酒習慣 他又不覺得 自己的酒喝得很多的人 其實像剛剛那一瓶 一瓶至少330CC了 那大家一定聽過 酒就是什麼 對不對 那酒的話就是喝多了一定對腸胃 一定沒什麼好處 第一個就是你常年的喝酒 這酒精對腸胃的黏膜層 都會有受傷 所以像我們以前遇過的很多患者 就是常年在喝酒的人 酒而酒之以後 第二個 因為你連膜已經薄到說 沒有辦法吸收足夠的養分和水分 第二個的話 除了胃腸以外 一定是酒一定是對肝膽 基本上不會很好 那一定基本上酒喝多了以後 對肝臟本身就是有 所以你一定很容易得所謂的 酒精性肝炎 酒精肝 酒之肝硬化這些 假如很嚴重會得到 就算沒有得到 也會影響你的代謝 因為酒精經過代謝在身體上 很多轉化成 所以我們很常見在喝酒的 朋友身上看到就是 他的抽血指數 可能很多都很正常 就330肝油特別高 有個酒精型肝炎的指數也會特別高 所以這個部分 假如你酒減量 也會有改善 那最後就胰臟 胰臟是我們身體 吸收代謝很重要的器官 可是其實 像有的時候 常常遇到有一些患者就是 喝太多酒喝到最後呢 那胰臟發炎的話就很嚴重 因為胰臟發炎以後它會把 平常幫我們消化油脂的那些酵素 都跑到我們自己的肚子 結果整個肚子就會爛掉 肚子爛掉 會爛掉 因為它會消化我們自己的器官 它本來是要消化食物用的 但是因為它發炎的這些酵素 露到自己的肚子裡 就把自己肚子的器官就吃掉了 天啊 肚子爛 對 所以胰臟發炎的時候其實 輕是很輕微 嚴重的話真的是 肚子都化濃 加護病房啊 都是有課 那問一下醫生 如果照你這樣講的話 那麼容易喝酒會造成胰臟癌 那那些酒店小姐 不都算是高危險群的人 不是 他們年輕啊 年輕的身體可能可以支撐的比較 年輕就算沒事老了很多也都來還債 對啊 這是真的 可是我之前朋友的阿姨 他得了那個癌症 然後他每天就因為這樣心情不好 他每天喝高粱 然後喝了一個月還兩個月之後 他去看醫生 醫生說你的癌細胞不見了 對啊 你這樣又在鼓勵趙哥 對 這也是酒精治療 然後今天有醫生說每天喝一點酒 是對身體好的 對啊 殺菌 沒有 沒有…可是這個 他剛剛講的這個例子 應該跟他自己本身那個人的心情 有關係 他只是藉由酒精可能他煩惱 可能就會忘卻得比較多一點 可是這並不是 對… 這並不是說酒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還有我們剛剛一直講說 每天喝一點小酒對身體有幫助 基本上應該是說回歸到 大部分就是所謂的 地中海飲食 地中海飲食法不是只有酒精 地中海飲食 包含你要吃大量的蔬果跟海鮮 還要吃一些少量的乳酪 那肉類可能要少吃 紅肉類要多吃 魚肉啊 雞肉這些東西 那在中間剛剛提到的酒 一般是說 可能一天30到30cc左右 可能對心血管有幫助 但是你不能只說 喝酒對身體很好 我就喝酒 但是實際上你沒有吃地中海飲食 趙哥這麼愛喝酒 他一定可能在喝酒的過程中 會配一些食物 當然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你認為 以下哪一個食物在喝酒的時候搭配 會變成1加1大於2的大地 A就是火腿 B呢 花生 C起司 D是雞湯 我認為我應該是醃製品的那個 火腿不好 火腿 火腿不好 還有誰有不一樣的答案嗎 我覺得是花生 花生 花生嗎 佳娜也覺得是花生 到底是什麼 果然 趙哥就是酒鬼 答案就是A 對 其實火腿的確就是 剛剛趙哥提到一個關鍵字 就是加工的肉製品 煙燻的 所以其實它在我們體內 會產生所謂的 本來就是需要肝臟的一個代謝 剛才張醫師有提到說 酒精也是需要肝臟的代謝 所以其實就變成說 1加1大於2 所以會希望大家平常如果在喝酒的時候 配點花生為什麼好 因為花生是油脂 它可以幫助我們先 在我們的胃形成一個擺物膜 減少這個酒精直接的傷害 至於說C呢 起司的確很搭跟紅酒 而至於起司它本身是蛋白質 所以其實不只吃起司 你也可以吃一點肉等等 其實可以 而至於說最後一個 雞湯當然因為就是水分 稀釋酒精 讓我們酒精的濃度不至於這麼高 所以其實會希望大家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喝酒應酬 其實你可以在飲酒前多吃 後面三種食物 或者是在飲酒過程中做一個搭配 至於說剛剛趙哥一次在講說 他們有超量超量 我還是跟觀眾朋友提醒一下 到底多少的飲酒量叫小酌 多少叫做酌酒 因為很多人常常都會覺得 我每天都是在小酌 但其實你們都是在酌酒 如果我們把酒精濃度分成三種類型 第一種就像啤酒 剛剛影片裡面有提到的 一天可以喝的量就是一罐 330cc 超過 就叫做酌酒 就叫酌酒 我都一手 太酌了 對啊 妳看還說什麼30 50cc 30CC 30CC 騙了 對啊 都3000 第二個酒精濃度像清酒或紅酒 這種酒精濃度大概10到20%左右的 大概就是120cc 以紙杯來講大概是半個紙杯的量 很多人就是半瓶 絕對都超標 一口就超標 很多人都超了 那吃飯就超過了 第三個就是酒精濃度更高的 像剛剛講的高粱 威士忌這種 那你就要把拜祖先的小酒杯拿出來 大概是這種大小 大概40cc左右 小杯就已經小杯 對 所以等於說你把 如果你用馬克杯倒的話 真的是很空虛 那我可以收集7天 對 我就知道你要問什麼 我也都問過了 很多人說那我1到5不喝 我6日 全入可以嗎 不行 一天就是算一天的 天啊 這也要怎麼喝 這跟避孕藥的道理是有點像 對不對 你不可能一個 避孕藥也是每天每天都要吃 按時吃嘛 對不對 女生這個 主題我們做過多少次 這一定要吃到嗎 我有吃過 應該要問你吧 對啊 對啊 他們都放不起來 對啊 你們兩個都很感動給他跳 對啊 而且說實在 剛剛講說高粱只能喝什麼 那幾十cc 我們高粱都吹一瓶的 吹一瓶怎麼會掛 吹一瓶 還是誠實 這跟我們長久以來的這個文化 也有關係 民族性嘛 我們大概就是你講 你沒動頭 對啊 別嚇人 以後不要出來見人 對啊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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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會一直講對不對 讓很多人 沒有辦法 狀況之下 他就一直喝 這個健康行為 其實和你的周遭的環境 跟朋友真的很有關係 對 我就是交錯朋友 走錯圈子 沒有 其實我們在臨床碰到很多人 你們都不喝吧 喝 喝到嗨 你們這些病人怎麼回事 你們這些病人只能喝你 直接反嗆醫生 那個話音都不喝啦 好 接下來我們還要看什麼 浩如姐 有什麼壞習慣嗎 我有一個問題就是這個 我超愛吃辣 餐餐無辣不歡 對 一定每一餐都要吃辣 如果沒有加辣的話 我就覺得那一餐 不算吃東西 燒不到養醋 就味覺沒有刺激 不好吃 天啊 來 我們看它口味有多重 因為火鍋 我就是一定要配這麼多的這個 醬料 尤其是辣椒 不能用辣椒醬 一定要用生辣椒 我已經吃麻辣鍋 會在家嗎 要加慢慢的辣椒 妳沒有吃那麼辣 哇 你看 這樣子才夠味 然後呢 要配這個 麻辣鍋底 已經麻辣鍋了 妳還加辣椒 夠味 唉唷 我看到這個畫面我胃就在燒了 很爽 麻辣鍋 然後妳又加辣 很爽 而且我已經覺得像台灣 我真的找不到很正辣 很好吃的那種麻辣 而且我也不吃那種豆拌醬 那種偏甜的 因為那也不是辣 所以我其實後面都是自己在家 都是要買那種 真的很辣的那種小辣椒跟生辣椒 來吃的 我連吃水餃 你不給我一顆那種真的很辣的 大蒜頭 我都覺得水餃不好吃 蒜頭一定要辣到就是 有點要中風的那種 哇 很爽 不過其實大家一定都聽過 我們腸胃科醫生 一定就是跟大家會講說 辛辣刺激的少吃 避免去傷害妳的腸胃黏膜 所以像皓如這樣子吃辣 真的量看起來真的是蠻大的 九和九十其實就是 最主要你胃黏膜很容易受傷 因為辣的東西最主要裡面的三味 就是一個 有時候吃久了以後 你的腸胃黏膜受傷 就很容易得所謂的 然後九和九十 而且刺激胃病的人很容易 胃酸過多就是 灼熱 火燒心 胃食道逆流 可是辣並不是不能吃 我這邊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其實就是說 我覺得凡事都不要過於不及 其實辣椒素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辣椒素其實吃了以後可以 而且 在這個研究發現 很微量的辣椒素 它反而會 因為它會 微量的 可是我可以吃生辣椒吃到這麼多 很辣 但是我沒有辦法 吃什麼韓國那種辣火雞麵 那個化學的那種醬料包 那個醬料包我是吃不下去 我沒有辦法 所以妳要吃天然的 所以我應該蠻健康的 又是一個趙哥 這又是你到底是真的 有一個超天然的 他又是跟重症患者比較 蔣哥已經聽完講完了 他的觀念 他更加強他自己的信念要吃辣 怎麼辦 一減量看看 沒辦法 我吃超辣的 趙哥也都喝好酒對不對 對啊 我喝的酒都是自己 都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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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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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可以喔 好棒喔 我終於知道明完不靈是什麼意思 真的 好 好棒喔 加納吃卡紫晴瑩 準備再聽第二拍 她把它開出一個愛心來耶 而且我做月子的時候 我也吃 我的醫生看到她傻眼的時候 這個很油 不能吃 因為會塞奶 以你來講大概 我覺得半包是很精神 這個沒感覺 可能這個哺乳過了之後 就繼續 要剩第二個 要剩第二個 為了吃花子 吃一瓶 為了吃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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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蕾是不是也有飲食的問題 對 我也有 我們今天吃兩包瓜子 這什麼老人行為 我們要看看妳剋瓜子 唉唷 有影片 有影片 也有影片 小孩吃瓜子 妳小朋友已經這麼大 對 破六根基 這樣也要剋 這樣也可以剋 她單手 小朋友看起來很大 小孩子不會吃到渴嗎 不到兩個月 不到兩個月 那媽媽 哇 哇 毛起來課 聽聽課 對 我真的太愛吃瓜子 我連有一個特別的那個猜疑 已經有了 我給你們看 單手開瓜子 你們 我相信你們都做不到 你們看 很快 很強 單手 而且她開得很好 而且很順 可不可以再一次 可不可以再一次 慢慢的… 我們跟鏡頭拍一下 對 趙哥 他把他拍出一個愛心來 很強 把他拍一個變一個愛心 真的 而且我做月子的時候 我也吃 我的醫生看到他傻眼 他說這個很油不能吃 因為會曬奶 所以他不給我吃 對 但是我真的沒辦法控制自己 我要吃 聽不下來… 這個從小到現在 25年 聽不下來 從小到現在 一直都喜歡吃瓜子 其實堅果 就是像加娜的醫生講的 他是油脂 所以 因為他現在在哺乳 哺乳的媽媽 其實本身熱量消耗是很大的 所以他現在這樣吃 可能不會反映在他的身體上面 可能從小這樣吃 因為小孩代謝本來就比較高 其實說實在也不太容易胖 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 擔心慢慢變慢 如果他的這個習慣不去改 那真的就有可能 會反映在他的身材上面 甚至有些人 他可能反而會容易長痘痘 因為油脂 所以其實還是會希望 就可以吃 因為瓜子 核桃這些東西 本來就是好 但是還是要控制他的量 控制量 至於說其實像我之前 在醫院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伯伯 他大概65歲左右 身材真的維持得很好 就是你看起來 他就是不會有什麼慢性疾病 可是他進來做 就是心導管相關的手術 我就問伯伯說 你平常吃的飲食是怎麼樣 說實在他真的吃得超好 吃得比我本人還好 後來我就問說伯伯 你最近有出國嗎 或者是你的飲食有沒有什麼特別 他就想了一想之後 他說 我兒子很孝順 他去美式大賣場買了 回來給他 然後你們專家不是都講說 堅果是好油嗎 他就每天抱著然後看連續劇 就這樣子兩個禮拜 就進來了 哇 對 那個一桶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習慣看 營養標示或成分 那個一桶是超過 那個花生油就是從花生來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那個油脂的比例是很高 等於說它是 對 所以其實雖然堅果是好油 但是它還是油 而且會希望大家選擇的來源 盡量是原味的 沒有調味 像加納吃的那個一定都還是 鹽點調味的 其實那種蜜製 膠鹽 那就是除了油之外 鹽跟糖就全部都用 我可以吃多少 一天 以妳來講大概 我覺得 這個沒感覺 那就不要吃 好啦 可能這個哺乳期過了之後 妳就必須要有什麼 要生第二個 可以繼續吃 為了吃瓜子 吃迷糊 為了吃瓜子 為了吃瓜子 她這輩子就這樣了 好啦 恭喜來了 平安 因為現在我們的生育率也過低 所以她要再撐第二個 如果瓜子 瓜子可以注定生育率的話 也是好事 也是好事 但盡量啦 遲早有一天要減啦 對 好不好 OK 好 但是一樣 剛剛醫生說到了 你年紀開始大的時候 你毛病就開始出來了 是 大家有沒有遇過一些 最近 遇到一些什麼 身體出了一些狀況 發現說自己的身體的確不如以前 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有... 我曾經就是就回美國的時候 坐飛機坐那麼久 我到了美國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小腿都 腫得跟大象一樣 就差一點沒辦法走路 就回家 待了三個禮拜 我的腳就是越來越大 我就完全不會走路 但是我在美國沒有健保 所以不敢去看醫生 我就說沒關係 等到我回台灣的時候去看 後來 後來我坐飛機回來台灣 就是真的更嚴重... 就馬上去看醫生 就大象了 對 就是超級大 從腳開始 那有病的嗎 我跟妳講嚴重到什麼地步 就是嚴重到 完全不能呼吸的那一種感覺 醫生就做了一些檢查 發現我的小腿有 蛤 那是 從我的小腿到我的腰部 都是塞住了 那你這很危險 不是會痠塞嗎 對啊 就是痠塞 他說這個很危險 之後你有這種問題 要馬上去看醫生 你不能等 因為這些東西如果一個斜塊 拋掉 跑到你的腦 就是中風 如果是要跑到你的心臟 就是 你可能馬上過 因為這個狀況我就才開始去 固定半年一次去看醫生 看一下這些東西有沒有回復 有沒有什麼任何的問題 稍微開始注意一下我的飲食 跟睡覺的那些東西在看 所以那時候很嚴重 那現在OK了啦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開心什麼 但是這個血塊 我們通常想像這個怎麼 血塊到底有多大塊 它到底有多危險 剛剛杜妮前面提到一個前提背景 是說它是 坐飛機 回到美國的長途飛行 如果你坐的是 比方說你坐的是一個經濟艙 你在飛機在飛行當中 時間又久 你的活動相對又受限了 所以大家就聽過一個叫所謂的 經濟艙症候群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這有時候很危險 當我們腿部的靜脈酸塞 那個血塊 血塊有時候 如果不是很穩固的時候 我們靜脈回流 回流的時候它有些就跑掉 跑掉你回到心臟 回到心臟沒有關係 第一個回到心臟它會到肺部 到肺部就造成所謂的 所以在飛行 在航空醫學裡面 最緊急的幾個狀況 肺酸塞就是一個 有些醫生說 這個跟你的什麼體質 第一個 人種也是個酸塞的一個 譬如說黑人的那個 酸塞的機率就比白人多 就比亞洲人多 所以人種是一個 另外比方說 你本身有沒有什麼其他的疾病 另外一個比如女性 有些藥物 藥物它會造成 最簡單的荷爾蒙藥物 避孕藥 所以有些藥物的使用上 它會造成 它會造成高凝血的一個狀態 所以如果你在飛行時間過久 在飛行過程裡面 如果你沒有什麼動 所以這種就又容易 天啊 所以坐飛機 如果大家下飛機 一定腫會什麼的 靜脈循環比較差 但是你已經睡 那如果很快就消就沒有關係 但如果你會發現它的腫脹 下了飛機的時候它還是不消 甚至你也會突然覺得呼吸怪 那可能小血栓 它已經跑上去了 我手比個米粒大小的血栓 它如果跑到肺部的話 它就會造成明顯症狀了 搭機器如何有效預防靜脈症栽呢 我手比個米粒大小的血栓 它如果跑到肺部的話 它就會造成明顯症狀了 天啊 那如果我們穿什麼靜脈曲張襪子 這是一個 浩如問的是個很專業 就是有幾個預防的方法 是 所以我們第一個我們常常講 你在坐長途飛機 關節要動 關節要動 你動的話就讓血液會循環動 第二個 在高空這個低壓 乾燥脫水 水分又不夠 血又不能動 所以為什麼大家 鼓勵大家坐飛機要多喝水 大家是因為上廁所 對不起借過借過不方便不好意思 就不喝了 對 所以多喝水在飛機上 能夠動盡量動 多活動 剛剛講的這個 彈性化 彈性化讓它加壓之後 讓你的靜脈回流好一點 最後一步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醫生 如果你的風險太高的話 甚至用一些 可能要吃預防性的酸塞藥物 或者是你坐船 不是 不是 也是一個方法 還是游泳 你還是得去啊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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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你把海水先吸乾淨 慢慢走過去 好啦 OK 這個要注意 所以他現在這麼小心 不是沒有原因的 但我們今天討論下來發現 很多疾病都是因為過量 對 一些行為是危險的 要自律 要自律啦 好 祝福你們 繼續健康下去 長命百歲 我們希望大家都慢點過橋 好不好 好 謝謝蔡惟醫師 請堂 謝謝 警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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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鐺